大家好我是奈妮 我今天要来分享 上衣下摆他要怎么做开叉 好 那假设今天我们开叉要大约是 5公分 那你就在5公分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然后我们要往上再加1公分 所以总共是6公分 因为我们那个开叉表面要测一个摸字形的雅线 所以我们的叉总共是要开6公分 那下摆跟斜边的那个线拆掉之后 今天我们要用包边袋来包边 好那我现在要先处理我的下摆 现在呢先拿包边条 包住我的下摆 好那在0.2公分的地方 车压线固定 起针跟结束呢都要倒针 好那现在呢我就是把我的布呢放在我的包边条的中间的地方 然后把包边条也折下来包住 如果说你对这个动作 有难度的话 觉得有难度的话 你可以用熨斗先把你的包边条去整趟中心的位 中心线 这样子你在包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包一点 好 那我现在要换包 另外 另外一边的下摆 等一下包好之后呢再一起把它剪掉就好了 好 那快测到结束的地方了 测好之后就把线头都剪掉 然后把这里剪掉 剪开 下摆处理好之后 再我们要处理斜边的斜边的地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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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斜边也是一样的车法 也是一样把包边条呢包住我们的布 包好之后呢就像这样子 把布包好包好然后我们再来车压线 这样 好 那这边的斜边车好之后就换另外一边的斜边 等我们 呃 那个该除 呃 缝份该包好都处理好之后等一下就准备来车压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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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们下摆啊跟那个鞋边的缝分都包好之后 现在我要处理压线的部分 那我们先从下摆 下摆呢我们刚拆掉压线的地方呢都要把它车好 那就是照你原本的压线的位置呢 照它原本的位置这样子车过来 记得那个下摆对这个地方呢不要让它跑出来 所以你要稍微往内推一下 因为跑出来会不好看 好那这边的下摆处理好之后再换另外一边的下摆 一样照着它的我们刚车的那个同样的宽度对齐一下 要等宽 好了之后你就车压线固定 好那下摆处理好之后再我们换来处理斜边的压线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要称M字形的地方 好那你就把缝分拨好 然后这这里就是刚刚我跟你讲说上面呢 我们多拆一公分的地方呢 就是目的说那个M字形最上面的地方要好比较好车这样子 好那车好之后呢你就把 键头都剪掉 那车好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 好那